Hello大家好 我是马铃薯小姐彦琳 有没有觉得我身后这家店非常的熟悉呢 我今天要来打工 你认真的吗 对啊 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他们家的日式蔬菜拉面跟脆皮煎饺 太好吃了 我一整个超怀念他们的味道 因为实在是太怀念他们家的味道 所以我决定要来偷吃 跟师傅学几道料理 将来有机会回马来西亚可以孝敬我的爸妈 好 我们赶快进去咯 Let's go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店长 好像是他吧 Hello 是店长吗 嗨 嗨 Hello 店长 嗨 店长你好 店长我应该现在要先做什么呢 今天要第一件事先帮你拿威裙 那第一件事就是穿上制服 会不会太大件 我好像是来选局的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煎煎饺的地方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煎台 做好的煎饺都会冰在这里 再来这边的话是煮餐盘 汤啊 饮料啊 小菜 会从这里煮 这边的话是煮面的地方 然后再带你们煎煎饺 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他们家的脆皮煎饺 店长为什么你们家的脆皮煎饺 可以这么的脆 因为我们在下煎饺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规定的温度 只要达到那个温度 瞬间下去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非常的酥脆 我们下饺子之前都要先量一下温度 最佳温度是180到200之间 那我们就先下油 然后抹均匀之后 我们就从刚刚的冷冻冰箱 把饺子拿出来 店长等一下 我不是要先从擀面皮 然后包饺子 你不是今天要去教我包饺子吗 这个的话比较进阶 我现在是突接的 店长看不起我 这个还要把它排列整齐 对对对 老师都摆好了之后 我们要下我们的尖角水 啊还要放水的哦 那这个水里面也有一点蜜蜜 会让它更酥 哦 下完之后就有74分钟 其实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动到任何的手 哈哈哈哈 我是来考察的 哇店长 等一下帮你夹起来 那有要翻面什么的吗 不用 4分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 检查的动作 好 做第一次人检查 那检查的话就是 可以看它的水量 我可以直接闪避 没有要理它的意思 最后再祭祀1分钟 总共是5分钟 5分钟 非常的讲究 难怪这么好吃 好香 然后我们要检查底部 刺头有没有上色 剩下两盘交给我 是不是挺专业的啊 要尽量摆好干一点 就是把底部焦脆的那一面摆上来 来各位 有需要点餐的自己拿哦 是不是要来叫号 嗯 你们通常要怎么叫号 我们通常都会按 这边有个小数字键盘 我们会说来宾101号 您的餐点好咯 哦好我试试看 来宾101号 您的餐点好咯 请来取餐 我嫌疑是不是太美了 哈哈哈哈 我们蔬菜料的部分是用炒的 哦对难怪那时候吃到 有那个锅巴香气 原来是有先炒过 炒菜的话第一步就是热锅 我不太会炒菜的人 这个是我们的猪油 炒一份的话大概就1尺 小编猜对 他说你们就是用猪油炒的 所以说猪油才会香 啊 这个火候很大 炒菜的话要先让锅子 整个烟都冒起来 待会炒下去 菜不会烂 然后又香 这样 哦 oh my god 我们的特色的话 就是会炒到 菜会有点烧焦烧焦的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要下汤 然后这个汤的话 是我们自己煮的 这个是用西骨头下去熬的 哦 鸡汤 哦 然后把汤煮滚 然后再来煮面 面的话它有点是日本的辣面 这个都是一包一包 已经分装好了 所以我确定水滚了之后 就可以把它丢下去煮 然后菜跟汤都在煮的空档 我们要先装酱油 酱油的话就是一匙 然后把汤先下下去 叫了之后都把它按掉 然后这个面一定要把它甩干 不要流多余的水分在里面 这样的话会破坏它原本的 我们加好的比例 我们会放上一块豆皮吗 这个超好吃 我超喜欢 这个地方 现在和 delivers 测出吧 水分在 tanks 刚才这 brake 因为是有伤 disag 我不会这个 你看他跳不起来 各位 我人生第一碗蔬菜拉面 总算完成了对不对 没有超回答 绿豆要洗两次 要把他的杂质都洗掉 确定都没有杂质 之后就可以一起摸 接下来我们就计时40分钟 这个过程呢 他要一直不断的去搅拌它 绿豆人他指地比较软 那如果你都不去碰它的话 他会臭肥大 我先去休息 蛤 哈哈哈哈 那我们的绿豆汤已经熟完 他40分钟了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加糖 然后补水 现在这个步骤就是让里面的 沙糖的很紧 这样就大功告成 我们已经辛苦了一整天 其实也没有辛苦 大部分都是你的功劳 试试看我该做的 有香味 只有香味而已 哈哈哈哈 还好师傅你刚刚有那个即食帮我抓住 因为那我觉得如果再炒下去的话 他就会唱回答 这个高丽菜超甜 试试看我们新的口味 酒菜上次我们没有吃到吧 我们吃的是咖喱跟高丽菜的 超级爆香欸 蛮多客人说想要我们推出韭菜系列 所以我们的主厨就研发了很新的口味 台湾人好像超爱吃韭菜 我真的觉得来了台湾 就爱上了台湾的韭菜 它带有点黏性 对它会有一点沙沙的感 那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新的人 叫做胡耳酥 那它就是用我们的水饺瓶下去炸 然后撒上糖粉 嗯 好脆喔 超级像那个以前小时候吃那个麻花卷 但是麻花卷很硬 这个可以代替麻花卷 做完的料理也试吃完了 我的任务应该完成了吧 还没还没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小任务 我还没有完成任务 我还未回家 这个是我们的画板 那我们店里面都有一个 烏鸭墙 今天最后的任务就是 帮我画画 我不会画画的店长 我会有小朋友 然后有大人到小朋友都有画过 好终于完成了 我们等一下问一下店长 这样OK好不好 这样可以吗 嗯 这个1到10分 后来你打几分 OK 9分 好这么高 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一起回去 电通我们店里最新的活动 一起寄给客人 没关系 你可以不用寄给我 好那我们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按赞加分享 还没有订阅朋友的频道 记得帮我订阅 订阅朋友的频道 记得帮我开启小铃铛 我是毛铃修铁 我是胡锡老师店长施红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